而之前曾经涨过价的这个超商的咖啡啊 那时候四家的超商先后涨价 而且呢都给他涨个五块钱 这样子到底够不够成联合涨价呢 去年公平会呢就对四家的超商开罚2000万 现在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超商胜诉了 这不等于是打了公平会一巴掌吗 但是好你说法官说呢是材料成本贵 牛奶贵 那么那时候新闻我们就已经算过了 牛奶那时候并没有特别贵啊 而且连没有奶的也都涨价 那在涨什么呢 那么咖啡豆价格下跌 超商咖啡价格有没有跌回来啊 大家心里有数吧 而且这个行政诉讼呢 一直打一直打要好久的时间 整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喝咖啡的时候 还是付这个涨价的价钱啊 也把不到超商现在 那根本就无感嘛 不支持我们的一个调查跟论证 我们感到相当的难过 遗憾又难过 超商咖啡接连涨价 法官竟然判决胜诉 就连民众也直呼不合理 当然是不合理啊 对啊 因为他可以用一些技术上面的方式 就是只要不要被证明就好了 可是事实上他们还是集体涨价啊 真的不合理吗 去年10月四家连锁超商咖啡 同时涨价涨幅5元 公民会认为有寡瞻市场 是联合行为总共开罚2000万 法官看法却不一样 认为证据无法证实 超商有相互约束影响市场功能 而且咖啡市场本来就有5元涨价的急剧 合乎习惯性定价理论 所以认为这样的陆续涨价 只是期待和预料的结果 并不是寡瞻市场 是合理举动 业务单位呢 一定会 说服 这个委员会 让委员会提起上诉 公平会无法接受判决 强调连锁超商有上千家 陆续调涨没有事先联络 很难步调如此相同 将为搜集更完整的资料上诉到底 要讨回法院判决 这一巴掌 中天新闻 黄矿文 侯佩莹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